温州小学生北海岸凶手已执行死刑 确认杀人后报警 庭审时便称有精神病 临建下来到女儿的教室 将欺负女儿的叶晓彤拖进南厕所 他先用携带的刀具捅商业晓彤警部 然后连刺其背部属下 直到确认死亡后才停手报警 并在原地等候警方抓捕 夜晚焕正堵在温州前往瑞安的高速公路上 他正在畅想着该如何度过中秋小长假 计划和老同学一道带着家人出门游玩、钓鱼 临建下先是同商业晓彤警部 叶晓彤一下子失得气力倒地 此时临建下又在叶晓彤背后连刺书下 直到确认孩子死亡后才停手 夜晚焕曾面对儿子的兵官立下誓言 不提赔偿、不接受道歉 不去伤害凶手家人 2019年12月20日 二省开庭 浙江省高院判决书显示 维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第一审判决结果 即判处林建下死刑 林建下因女儿与同学间的小摩擦心生怨恨 蓄意报复行凶 斜刀进入校园 杀害年仅9岁的小学生 犯罪性质恶劣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林建下 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